据报道,24日,美国德克萨斯一所小学发生枪击事件,导致至少18名儿童在内的21人死亡。 据美国媒体统计,这是美国今年第39起校园枪击事件。 另外,今天是乔治·弗洛伊德被美国白人警察跪杀事件两周年。 但我们注意到,两年过去了,在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事件有增误解。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?谢谢。 我们看到了有关的报道,对美国一再发生此类恶性枪击事件造成严重伤亡,感到痛心。 我们向遇难者表示哀悼,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。 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,种族歧视是最大的不公。 美国是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, 也是人权赤字最严重的国家。 但令人不可接受的是,过去数十年来, 人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在解决上述问题上采取任何实质举措。 过去25年来,美国联邦政府未能出台一项控枪法案。 马丁·卢德金发出,我有一个梦想的呼喊,已经过去将近60年了。 但人们至今看到的仍然是弗洛伊德,我不能呼吸的残酷现实。 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人权遭受系统性侵犯,无动于衷, 却热衷于打着人权的幌子,对别国肆意攻击,横加干涉。 这充分表明,美方所谓的重视人权,完全是虚伪空洞的说辞。 美国政府连本国人民的人权都不关注,又怎么会真正关心别国的人权呢? 美方真正在意的,不过是把人权作为控制打压别国的工具而已。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把美国人民的人权放在心上, 尽快向世界提交一份美国的人权报告, 深刻检讨,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? 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击的概率,是其他31个高收入国家总和的15倍? 为什么纽约的亚裔生活在恐惧之中? 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? 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? 为什么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医疗技术和条件, 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? 美方应当尽快采取有效措施, 保障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, 让美国民众切实享有免于恐惧, 免于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权利和自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